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崇宇你好 想要请问你 这个市面上的固定收益投资工具有哪些 最广于人质的固定收益工具应该就是债券 债券大致上分为企业债券或者是国家政府所发行的债券 其他投资者常用的固定收益工具还包括 债券基金、债券挂牌基金以及货币市场基金 也有一些企业的投资者会使用存款证 那么哪些固定收益投资工具比较受到本地投资者的欢迎呢 由于本地市场的零售债券数目比较稀少 而批发债券的最低投资金额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太高的门栏 那么一般上大部分的本地投资者都会透过债券基金来投资固定收益工具 我们也观察到高收益债券基金和短期债券基金都是 相当受本地投资者欢迎的固定收益资产类别 这类固定收益投资的共同主题在于他们可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被动的收益源流 因为大部分的这类型基金都是定期派发他们所赚取的收益 与此同时专业的基金经理人也会负责执行投资的繁琐事务 比如管理投资组合的分散化及投资风险 这样可以让投资者无需顾虑这些比较基础性的投资事务 那固定收益投资工具又存在哪些投资风险呢 投资者在投资固定收益投资工具时面临的风险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是信用或者违约风险 第二是利率风险 第三是流动性风险 那么要评估信用风险的话 投资者可以查看发行者的财务健康程度 利率风险则是和债券的年期相关 如果其他的因素不变 那么大多数时候一个年期较长的固定收益产品的价格 会在利率上升时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 而流动性风险则是指投资者可能会因为失况较差 而在低合理价值的价格情况下卖出他们的投资 投资者一般上可以用买卖的差价来衡量流动性风险 差价较大就意味着该投资的流动性比较差 投资者在选择固定收益投资工具的时候 必须注意哪些因素或者事项呢 跟投资其他的金融产品的时候一样 投资者在投资固定收益产品的时候 应该花些时间考虑他们的风险承担能力 他们的投资目标以及他们的投资年期 投资者也可以联络金融中介机构 来进一步了解投资所涉及的成本 并且知道如何投资债券 以及取得固定收益投资部署的不同方式 那在你看来固定收益投资工具比较适合哪一类型的投资者 很多投资者会担心自己的投资或许会出现波动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风险承担能力较低 也或许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投资年期的考量 那么固定收益投资资产就比较适合这一类型的投资者 固定收益投资工具也比较适合已经接近或者现已经退休 并且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 因为他们可以帮助他们赚取稳定收入的同时 也保护他们的资本 你预计未来固定收益投资工具的走势将会如何 我们认为新加坡的零售债券市场 相对于和英国美国或者日本 此类比较发达的债券市场相比 还是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尽管有着强烈的市场需求 并且尽管当局也推出新的条例和鼓励 发行面向零售散户的债券 但是市面上的零售债券数目还是寥寥无几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随着市场参与者 对债券有更深入了解 并且更加清楚这类资产所具有的独特利益 而发行者也积极扩大投资者及融资的基础 并且如果尽管当局也进一步完善 尽管框架的话 零售债券的发行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石头 将一来新加坡零售债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将为投资散户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创立有效的投资组合分散化 并让他们从中收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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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